Hello, 我是沈世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玩具TV第29季第10集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Scream 大家可以看到Briot很努力地開盒 原諒我,慢慢撕 因為可以黏起來, 因為不是想 因為這個盒子撕光, 割開了 後來我夾不起來 沒有膠紙幫我黏起來 所以我一定要留下兩個 這個也是DID的產品 佛心 佛心, 很多年了 它的做法都是這樣處理 我們唯有去 順著去開 二次世界大戰的產品 DID基本上都已經帶了很多不同的作品 這一次比較後期 二次大戰 後期有很多隊SS 這隊是12SS 通常我們沒有記錯 它應該是HIT Jergen 沒有記錯 就是希特拉少年團 可能我錯了 請更正 所以他們後期穿 這個迷彩布 尤其是這種迷彩布 你見這套格納伊 是零射標誌性的 後期那些資源匯法 只能夠做到這種迷彩帶 有什麼分別呢? 早期的牟採用中树、柏树、雨点的模型 很仔细 但现代军事的迷彩服都是基础于当时德军的迷彩 严格利用整个战场,美军有迷彩,但很后期用过 效果不好,后来他们放弃了迷彩 所以整个战场上主要是德军用迷彩 俄军是不用的,所以这些迷彩和现代有异境的异境 这次是12XXPanser的部队,一个比较年轻的德军少年团 MG42,非常出名的鸣枪 射出来时开动的声音是特别不同 所以看电影时可以分辨到声音是Thomson射出来还是MG42 当然我不是专家,但发觉很明显有分别 如果大家有最开犬狼传说的话 对MG42基本上都不会觉得陌生的了 这里的背景一样,容易有背景 有时这个背景挺好的 不是玩战争的声音都可以用来做背景 没做背景是比较迷述的 好了,看内容就是这些 基本上大家有看玩具TV或有玩开DID的产品的话 抵食大件,配件多,价钱相宜 多少钱? 1200-1300元左右 例如上次我们的1比6的比赛 第一届的figure改装比赛 DID老板也有来做评判 也有讲解过 基本上它们所有皮做的背景 都是用8分8皮做的 所以这些已经是一个佛心 其实真的很划算 你看这对鞋 可否关注鞋? 其实上半身不是说它不精彩 它根本一看摸摸摸一对鞋的胸皮 真的是胸皮 有些人说是黄胸皮 我们现在很多胸皮 就是反转了牛皮或羊皮的鞋去做 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应该是没有乱一点 我认为 后期因为资源区佛 它由长杯变短 变鞋 因为没有皮 所以用布料或canvas 即是麻布料去做 包住小腿 或者脚眼 你要走山你就知道 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些东西 可以扭伤 扭伤和刮到伤 因为地上有很多疼 像树枝 你看不到 甚至有些烂了的金属笨笨 如果你没有这个 你根本就容易受伤 所以后期用这种叫gater 就是布的gater 去取代一个长鞋 因为打仗打到后期就没有支援 所以真的不要打仗 打仗是很浪费的事情 我觉得最主要是浪费人命 人命 希望所有战争都尽量减少 或者快点停止 这个样子就看不到是什么 但很明显应该是20多岁 我又认一下波尔 是 是 是 其实他差不多每个都会有的 那铁链手之边可以做造型手 但同时他给了一些造型手 即铁链手就是扮一下东西 转得比较按你的想法转 而造型手就叫我们固定了 就用来方便握枪 就是方便握重的物件 因为铁链手握重的东西 就未必固定到这个位置 本身其实都可以很快地拍一拍整个身体的形状 本身的军服也是用布料 我不敢说他做到很薄 但你看到他收腰、剪裁等等 1100元? 1200-1300元 即是真的值回票价 譬如HotToy主流牌子都没有这个价钱 而且这些Telermaker也不会说reuse 那变成本方面如何赚钱 还是不要介意只是其他厂商 它赚得更加厉害 我不会说 可能DID的背景就是它是一间厂 我叫自己厂 可能这方面去控制成本 或者他们开发那方面 就叫做省到各样的钱 这件东西是确实的 外面套了一部 内面就做了塑料 也有金属件 做了一个扣 哇 大佬 神经病 头盔应该是金属 你这些是皮 不是仿皮 真是神经病 头盔有一个亮点 另外这支 德哥有提到犬狼 都用它做借镜 甚至有拿人 一支MG42 一支枪 这支全支是金属 已经拿到好聚手 而这支MG42 基本上是当时的盟军 民风丧胆 因为当时来说 全自动机枪 这支枪是最效率最高功率 而且它一打打到人道 是爆开的 是呀 因为它的口积 188 不好意思 零点几mm 散多接近1cm 那么大粒 真的不爆也不行 是 这支枪里面的潜入支撑架 甚至它会转到位 即跟真一样 是有弹弓的 是 那怎么夹起来呢 其实我刚才也不过意 把它拔开了 应该把某某某某位置 就刚刚托实了 应该插进去就顶住了 是呀 是呀 我想转一下枪 其实还有枪管 它还未给你的 即是未安耐的 哇 这个真是过瘾 那你见到枪里面 应该是透明的 这些通窗 其实是散热的方面 是 而且真的很热 因为它每一分钟 不知道发多少发 我忘记了 所以这支管是超热的 是 要退溶的 是呀 而且会走到 所以通常会背两支 这些的芯 方便你退出来 换一支叫正常的热度 枪管 就放回去 是 等另外一支去散热 是 所以这个是当时来说 我觉得是超了斑 即是已经脱离了主要 两方势力 买枪都可以 是呀 所以这支 这支MG42 所有二战粉丝都有很多 是 你另外都见到 本身这一道 就是用了仿木的枪柄 这个后面那一部分 都是仿木的涂装 是 整支金属 所以变的都不需要什么 什么旧化 这些路路 它都有掃银给你的 这支真是真的 这支我拿起 我觉得它重新有做过一次 就是 MG42 没理由没出过 但这支我觉得是很重料的 哇 真是瘋 那你说MG42 就这件事了 刚刚说完这支 MG42的威势之外 就讲讲一些弱点 这个弱点 这一条你见到 只有十多发的金属子弹 是真金属 那你见到 如果按照比例 放大6票 真的没错 只有那个 打爆头的了 所以这些子弹 就是全金属 那当然是仿制 哇 那你会发觉 为什么它这条带是这样的 其实中间 这个就是他们设计 那个 不知道是优势还是弱势 但是它们 碰子弹的机会 是 我都会照着 刚才所说的 现在介绍的就是 麦加登 P-38 刚刚见过一支 超级要命的 长机枪 就用回现在德军 一些士兵很常见的手枪 亦都是非常精细的 我想我直接给大家看看 枪袋 这个究竟是什么 这些是真皮的 有些 饭煲的 是 看到你可以真的拉开 打开的 我就不搞它了 不好意思 各位玩了这么久了 铁链 配件 大致上就是这样 用痴那线来形容的 其实还有一层的 我们上次也讲讲 因为就是 那个重点 其他重点就是 撞鬼了 就是后期型的smoke 你会看到 其实要处理下去 都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很英俊的 是的 也有 应该都出过的 袋 是的 这些都是不停出的 不同的手型 皮带 背带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都没有什么补充 基本上 你玩得DID的figure 都真的超级抵食 夹大件 而且最近搞比赛有点用 我见这些师兄 真是多番人去留意 和入手这些东西 因为真的 真的 这些是一个 互相影响的 方便 希望大家都 喜欢 是 有没有其他补充 没有 我们就转下一个 好 拜拜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